你搶奪別人的財物啊,大哥! 露宿者那些不是財物來的,枕頭皮包,不是財物來的? 有些是說不見了手提電話,有些是不見了傳接 有沒有過份點啊? 阿處長? 接著我現在又寫封信給他 我都未到你那裏,因為你很厲害嘛 你們這些最高級,我和總監先說話 我約他見面,他不理我 是不是?那個是我選區來的 他是深水埗的食環處,深水埗的總監啊 為什麼一個立法會員約見他可以不見啊? 就這件事,現在的人都還在睡著? 阿黃議員,讓阿處長說說,阿處長,你知道這個個案有沒有話要說啊? 阿處長,雖然我們正在說儒算案,你的儒算案有沒有錢去處理這個個案? 多謝主席你幫我鬥,我要他回答的 怎樣啊?處長,你說說 當然,如果你要講個案的話 就著這個個案來講 就... 個案其實這個行動是由深水埗政務處統籌的 那作為... 待會下一個來,政府處 那我們是參與這個行動啦 那當然裡面有警方的同事,有我們四環處的同事啦 你不用說啦,這些我全部都知道 我只是問你 你是當垃圾那樣掃去垃圾轉運站 但是他們是投訴那些財物給你拿了 OK? 你回答我這樣就行了 現在有這麼多人在 可不可以還一些東西給人家 主席,當然就是如果是我們做清掃的行動裡面 有人回來告訴我們同事 這些是他的東西他要拿回來 我們一般來說,我們是會... 即是會給回他的 那當然啦,如果那些... 清掃了的物品呢 已經是扔了或者拿去垃圾轉運站 那是沒有辦法可以拿回來的 那當然我在知道這個事件之後 都跟那些同事說回來 就是說如果... 在日常清掃街道的時候 或者是參與這些部門的一些聯合行動的時候 是有人是說那些... 我們認為是垃圾的東西呢 是他的話呢 是要拿回來的話呢 我們都需要是... 即是將這些東西給回那個局物主啦 那我想這個就可以... 我可以就著這個整體那個工作的方式 是這樣回答意義 主席,你容許我再問他啦 因為我... 都是問第一輪而已 你給我多一點時間啦 是吧 我們就走去了解過了 我的... 就下去的 我告訴你 那裏全部都是低收入人士 長期病患者 以及一些拿中緩的人 亦都有一些所謂... 就是老童 是吧 那些... 吸食毒品的人 很多現在就... 就是... 用著美砂糖的 那些有窮... 很低下層 很卑微的人來的 OK 他躺在那裏是情... 情非得意的 是吧 好了 你去掃他 就是因為有... 民建聯的區議員投訴 浮起市場那裏... 門口 但大家都知道... 我在那個區這麽多年... 在通州街附近... 有些人躺了三十年在這裏... 你知道嗎 我經常去跟那些老叔姐聊天... 我告訴那些處長... 你們當然不會啦 你是去當他蛇蟲鼠蟻那裏... 有人投訴你就去搞他 是不是 搞他都不要緊 拿了他的東西... 就去垃圾站 即是他... 他... 你躺在街上一定沒有鬼從事的啦 我便幫你當垃圾那裏... 清潔... 你剛才答了... 麻木不仁是清潔的... 我們是... 清潔街道而已 但那些人是躺在那裏... 那天天寒地冬嘛 阿處長... 你們有沒有人性啊 你們... 我現在代他們說話是甚麼不對啊 你那個答覆我是極為不滿意 我現在告訴你 你那個答覆我是極為不滿意 你那個答覆我是極為不滿意 我現在告訴你 你那個答覆我是極為不滿意 我現在告訴你 普羅家席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每星期都會請不同的嘉賓 討論不同的社會問題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立場 拆出不同的火花 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8點9 有陳偉業 和你論證一小時 官方議員 繼續青根報 worker 不看到 指引心系香港 身體力行 隔空發動,黃毓民頻道現在和你否釋即戰 聽完剛才在休息時段那段立法會的所謂辯論 其實都令人心酸 因為香港我們一個高度發展的經濟 一個第一世界城市 竟然出現這些令人沮喪的事件 如果政府又無動於衷,麻木不忍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在立法會裏面質問他 的確對不起選民 其實我那天是財委會 在說食環署的撥款 如算,我本來就是 因為財委會的特別會議就是 開支那些事件 大家都會問幾 有些問成百條問題 等他們回答 我也問了幾十條 因為我不想問太多 我知道很多都會重複的 你無謂麻煩 那AO你問一條問題,他就做到趴在那裡 那我們借那個場所來發炮 就借那些人的 好像在保安局那個財委會的特別會議裡 我就說雙非 單非雙非的問題 就動這個入境處 好啦,你食環署來 我當然是說這件事 還有那些小販我都未說 都未夠時間說 即是說這件事已經是 露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幾乎想撲到他 是差在被爆粗 那天你明白嗎 我真的生氣了 我自己去現場 我的伙計又有去 接著我做了我的本分 我又不會下去搞搞陣 我們教會的人 林牧斯 我們每天都有幾個教友在這裡 叫做守護兄弟行動 他每天都在這裡討告 幫他們買飯 和聊天 有些人有病 林牧斯就送他去醫院 這樣 做到現在很多天了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為期四十天的 齋期 用這個大齋期 就四十天守護兄弟 給他們一些關懷 以及 讓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可以去參與這些社會事務 中間也有一些資源團體 也在照顧他們 這樣 你明白嗎 即是你想想你食環署 那些NGO也好 或者社工 又或者我們現在這些 譬如我們教會的人 甚至我們自己 去關心這件事 沒用的 你幫不到他什麼 你明白嗎 但你食環署那些 聯合警方 和政務處 加上三個單位 去掃他 他想起跟我說得很好笑 唉 王議員 我們last touch 他說他last touch 即是前面有警察 有政務處 那些人投訴 警察 政務處就去 那麼 他last touch 就是掃街 那些人就當他街的垃圾 這樣掃 你明白嗎 我最認是 我寫一封信給深水埗 那個食環署的總監 我都不去找這個處長 我直接找對口單位 最好 對嗎 他把那封信給我 叫我去找蟲鼠組的衛生督察 那你興不興呢 台長 是不是要殺死他 即是 什麼事要找蟲鼠組 你滅蟲滅鼠 現在 他那封信我留在這 所以這些我全部有file 因為我們 將來寫工作報告的時候 這個也很有趣的一段 可以寫出來 叫我找蟲鼠組 那我搞了 到那天我發炮後 馬上打電話去我辦公室 你知道嗎 總監 現在要找我聊天 所以你說這些人 即是 即是 你不動他 他就 喂 這樣就過了骨 是吧 這件事雕探 雕探 大家就不記得了 所以你現在派這麼多錢 派差響 派利得稅 派新鳳稅 這些什麼N毛人士 真是一條毛都沒有 這些睡街的就是N毛人士 是不是 很多 這些政府搞得香港好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一些最基本的人權之外 人人平等這些東西 政府是不覺得還要不覺得一回事 政府還是覺得 有些人的命 比其他人 完全是第三世界國家 才會這樣做 其實香港很有錢 譬如老宿者 全世界都有 美國也一樣有 但是跟香港的情況很不同 譬如我們去韓國 你在那些地鐵那裡 即是 那些地鐵站 即是 裡面的大堂 或者商店 旁邊的位置 有些空位 就一定有人在那裡睡 但是他這樣 很乾淨 而那些人欺來仰往的時候 沒有人過 是地鐵差不多 你明白嗎 即是 下班了 他們就 就在那裡 有屁鋪 有整個工具 就在那裡睡覺了 嗯 早上 一早就捲起所有東西 又乾乾淨淨 沒有的 是啊 即使外國的公園 譬如晚上12點收 但是你過了那段時間 都看到有些老宿者是高的老宿 但翌日 早上又是不見了他的 這個 當然管理的問題 他沒有人去管理 那就是 老宿者本身要自律 我那天都跟他們聊 我說 你在那裡睡 那個周邊的衛生 你要注意一下 我有些垃圾 你自己一袋袋 就要丟去垃圾桶 垃圾站 就不要在那裡 扔那些汽水罐 煙頭 是不是 我也有跟他們說這些 是不是 就是 喂 你自己自重自律 那就 就好了 是不是 但現在就不是 他是掃你牆 然後什麼都掃你 這個就真的很過分 在社會上 最初沒什麼人來的 現在慢慢慢慢開始 這件事 就多些人關注 那我說的 林牧師 就是我們教會的牧師 善樂堂 就不是被我罵那個林以樂 這個是林國章牧師 OK 林以樂牧師 就只會去做 做租賺錢 而且有空 取笑一下我 這個就是林以樂 這個林牧師 就是林國章牧師 大家不要搞錯 我見有些人 突然寫林以樂 大哥 你不要搞錯 林以樂我很少見到他做這些 OK 就是 很難 是不是 這個又是 香港你現在看到過 我昨天去明愛中心 明愛中心就有一個活動 就是那些社工搞的 那就是土瓜環那些什麼民生關注組 又有那些其他老人家 他分幾堆人的老人家 就有些精神病復康者 那另外就是一些新來港人士那些婦女 那些anmo人士 那他們分成幾個小組 那就每年都搞一次與立法會議員查序 我是每年都去的 OK 那今年我去呢 往年都是只有兩個人 那我從來都沒見過陶謹申 從來都沒見過李慧琼 從來都沒見過梁美芬 那我唯一是見過阿基 那昨天我和阿基有同台 那個活動就三點鐘開始 我四點鐘就要去菜街 阿基哥三點半才來 那我三點十五分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和主辦單位說我先說 你讓我先說話 是不是 因為待會又要分組討論 又要聽那些長者 和精神病復康者 和那些anmo人士 新來港婦女那些單身媽媽 要聽他們的訴求 那我說你讓我先說 那我先說 我講了差不多完 阿基就到 是不是 那他們就提出很多訴求 當然這些訴求就過去我們一直以來 在立法會 或者是和政府交涉的場合 我們都有講的 包括交通津貼 食物津貼 租金津貼 這些問題 另外就是老人家那個牙科護理 我三個禮拜前提了一條口頭質詢 就是說老人家現在政府有些津貼給牙科護理 那些狐理呢 就只是幫他剝牙 沒得傷的 你明白嗎 做一半 又沒得補的 是這樣的 那你剝了他的牙 就是又沒得傷 是不是 你的牙壞了 那又沒得跟他補 是不是 喂搞什麼啊 大哥 是不是 一直以來都提了很久 是不是 那你沒有一套全套的服務 那些老人家 那你做些不做的 做來做什麼 因為沒有錢 是不是 所以昨天就講過財政預算案 我就很簡單 我不講廢話的 我只是講現在這個財政預算案 你們沒有份的原因在哪裏 因為那些錢給了那些差響 九千萬難的一間公司 哇 一聽到那些人就興了 你明白嗎 很容易興的 哇 第一個拿九千萬 排第十那個拿八百萬 接著一百萬到八百萬 那些不計其數 哇 你退這一萬一十七億 全部給了那些有錢的人 就是 那些人就是 喂 食物津貼給多一點點 交通津貼給多一點點 是不是 租金津貼我現在交不起租 是不是 中文的租金津貼給多一點點 沒有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了 現在 那你現在這些特首候選人 做什麼 在這裏 是不是 你在這裏惡鬥 這些東西嘴巴說 你就厲害 我們現在會解決 解決這條毛 是不是 所以 唐英年說 他一上任一百天 裡面要派三千元 我們就拭目以待 是不是 真的 你派這三千元的意思 其實就不是一次過派 這是全民退休保障 每個老人家六十五歲以上 總之一人有三千元 每個月 我不管這些錢怎麼來 OK 你要從雇主那裏拿 或者雇員工款 雇主再加政府 總之就要三千元一個月 這樣很合理 是不是 再跟通脹 要提升 或者另外就要把這個 生果金和縱緩合併 是不是 知如此 講了很久 喂 派都派成七八百億出來 一點都不做 接著那些民主黨 公民黨 公黨就說 沒有派錢了 做些長遠的事 那他有沒有做啊 沒有啊 有些更荒謬 是不是很久 抗建廣華醫院 那根本就要做 是不是 現在是說 你盈餘的錢怎麼分 你盈餘的錢 派差響 派利得稅 派身俸稅 就當然不妥了 是不是 這個道理一字 那麼淺的 所以香港搞到這樣 整個政策就是 管治思維 我講過很多次 昨天我在茶序上 跟老人家都說 我說 大家要求我們立法會員做這些 我可以坦白告訴你們 我們真的做不到 但是你們的訴求 我們很清楚 我們每次有機會 我們都會跟官員說的 那個關鍵 就不是在那些部門那裡 社會福利處 房屋處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是跟政策來做的 他們都是冰冷的機器 是沒有人性的 這個沒有人性 是沒有貶義的 他是機器來的 按指引辦事 計分 這樣 全部都是 著情都要計分 你知道嗎 那些人可以著情 哪些人可以著情 哪些人可以著情 哪些人不能著情 先要被社會福利處 平核過 然後就 房屋處說這個可以著情 讓他快點上樓 著情都要有 有分計的 冰冷機器按程序 按典章制度做事 是沒有人性的 那可不可以這樣呢 當然不行了 你說政府沒有錢 沒得說 政府有很多錢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所以我們對這個財政預算案 非常反感 但是 很不幸 就是包括民主派在內 都是支持這個財政預算案 還有他們 很多人 應該不要忘記 公民黨 民主黨都指張退差響 但是他有沒有想到 退差響的結果是這樣的 是不是 為什麼退差響 不是有一個上限呢 為什麼不是以人做單位呢 是不是 為什麼是公司呢 是不是 為什麼一間公司可以拿9000萬差響 可以退回9000萬差響 為什麼有些公司可以退2000萬呢 為什麼有些公司可以退800萬呢 為什麼有些公司可以退800萬呢 例如梁家傑可以退十幾天晚呢 因為他十幾個單位 兩千五元一季一年上限 一萬 不是退一萬 是不是 十個單位就拒掉 十五個單位 就是十五萬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計算 看看我們那些川貴的立法會員 有多少物業 看看退多少差響 尤其是那些反對 就是派錢那些 反對我們這個所謂回水八千那些 是不是 那麼就問一下他們在這個財政預算案 有幾大得意 至少每個立法會員 最少可以退稅萬二元 是不是 然後窮人沒有 最好你那個萬二元拿出來 全部捐出來 是不是 就是不患寡 而患不均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求回水八千 是天公地道 都是你沒有第二個辦法 比這個辦法更好 是不是 就是這個運動 我們會持續下去 因為三月二十五號呢 就選特首啦 然後那個月呢 就是月底呢 也是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二讀通過 是一個表決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之前呢 就是還有這十天八日 我都會繼續推這個回水八千 那希望就是 那些市民支持我們 那我們這兩天 搞了一個全民彈劾 貪爭簽名運動呢 就兩天呢 連其他地區加起來 都拿了超過一萬個簽名 是不是 所以我們 都會繼續 希望一路做做做 就是拿到十幾二十萬個簽名 那麼 跟這個民主派 講一下數 喂大佬 你支持彈劾好啊 我想講一下那個 所謂權力及特權條例的問題 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呢 他們說 就是 用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 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 然後就傳召這個 爭任權利說 他這個所謂接受款待事件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很艱難的 第一個難呢 我們以前講過了 在二十一號那個大會 要分組投票 一定過不了 即使過到 曾蔭權也可以不來 因為 星期六開這個 西九調查 梁振英 那個利益申報的問題 那個專責委員會呢 我在開會之前 我就跟這個 首席法律顧問的法會 就談 談什麼呢 我就說 喂 我們要全朝特首可以嗎 那 Jimmy 馬生 這個首席法律顧問就說 他說 我想說 03年沙士專責委員會的例子 當年是全朝 董建華來的 董建華不來 他的理由就認為 是不恰當 在憲政體制上不恰當 那 就換一個方式 就是邀請那些委員 去禮賓府查序 然後 說 有關沙士這些事情 後來 那個查序的內容 就寫成報告 就放在村習委員的報告附錄那裡 那當時有些議員就提出 喂 不行啊 有什麼由特首 不來作證呢 是不是 那就要跟進啊 結果就在附錄那裡 報告附錄寫明要跟進這件事 結果一跟進到現在是九年 沒有人跟進 即是你證明這些立法會員多廢 當年那些哭打哭殺的民主派去哪裡呢 如果不是黃毓民踢爆了 那這件事都不能曝光啊 是不是 那就只有少數報紙寫 是不是 原來 他可以不來的 除非你跟他打官司 是不是 當年 有些立法會員覺得不滿 要求跟進 但是沒有跟進到啊 九年來 到現在 因為西九的事件 我要求全趙曾蔭權利啊 然後葉國謙說不行啊 這件事要想想想 聊聊啊 用這個例子 就證明 這個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 如果要調查曾蔭權利是不可能的 至少 在未解決到我剛才說過的問題之前 是不可能 更何況 去到大會分組投票 連 成立的機會都沒有 換言之 你民主派如果知道這件事的 還在做這件事的 你就在做這件事 我必須要指出的 在做戲 但是我們啟動的彈劇機制 立即可以做 十五個簽名 四分之一 已經達到基本法講的第一個條件了 都叫做成第一步啊 對嗎 你現在是第一步 都不可能做成 即使做成第一步第二步 你都掛得 這個我必須要在這裏講的 就證明一件事 原來這班泛民主派是正契弟來的 你明白嗎 他是為了做秀的 特別是何修蘭 然後我們提不信任同意 那就有時間去玩 是不是 那就有時間去玩 那為什麼不支持這個所謂的彈劾呢 哦 因為被謝偉俊搶頭 但是謝偉俊現在都借了 21號都沒得提了 所以我們就簽名運動了 現在 是不是 我們現在簽名運動了 兩天萬幾個簽名了 已經 我們現在繼續在搞的 是不是 你看看今天東方登多大段 星期六星期的簽名運動都有上 我們 你看到吧 你其他報紙不登不要緊 是不是 我們是呼應東方日報 就這個曾蔭權 講到明就沉了 是不是 事實上 我們經常在這裏強調 你要承擔那個政治責任 道德責任 就不像吳凱儀 或者公民黨的大壯 從法律的角度出發 即是幾乎講到現在查無實據 這個指控未必成立 這個指控一定成立 大哥 獨職的指控 有規職守的指控 為什麼不成立啊 成立了你再去調查 那個不成立 就知道實質證據 我只講這個政治操守 這個已經成立了 為什麼不成立啊 當一個行政長官 他政治操守有極大的問題 然後公眾對他沒有信心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要下台啊 他不下台 你是不是要彈劾他啊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括弧狗 寫得聲音楚楚 又不辭職 那你就要彈劾他 那現在他不辭職 陳偉業在那個答問大會裡面 叫他辭職的嘛 我走到他身邊 叫他下台 叫他辭職的嘛 那你不辭職 為什麼不能彈劾他啊 是不是 所以你把這件事 加上現在這個小選子選舉呢 混合一堆來看 你就看到 整個 即是香港 那些民眾 對這個小選子選舉 是不是應該心戶痛絕 大家不要只是當戲來看 你是應該要鄙視 吐氣 這個小選子選舉嘛 所以泛民主派的選委 你有何顏面走進去投票站投票啊 蛤 你有什麼顏面走進去投票啊 你進去投票啊 可不可以正大光明挺起空堂 走進會展的投票站啊 是不是 現在有警方保護你 在會展就重重包圍 令到我們的示威者不能進去 就沒有辦法跟你互動 是不是 如果好像2007年那樣 有機會互動 連李嘉誠行哥都被人罵啊 是不是 我最記得梁家傑在面前 我說 我沒有錢 就在罵啊 你知道嗎 現在沒有啊 你見不到我們的示威者的聲音 但是你自己良心上 或者你投過一票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呢 這些所謂的民主派選委 你 你不敢去投票啊 啊 對不對得自你子孫後代啊 即是說說說 所以我們那個建議 我覺得是最有效的 望陽保勞未為晚日 3月25日投票那一天 所謂的泛民主派的選委 應該一字排開 向公眾莊嚴宣告 我們唾棄這一個小圈子選舉 今天我們不會投票 你說對這個選舉 所謂的選舉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啊 大哥 這是一個極大的衝擊 而且這個一定是國際新聞 你都不做 然後呼籲人投白票 特別是你那個候選人 民主派的候選人 何俊仁叫人投白票才是荒謬 是不是 你投白票 你能夠計得到哪些白票 是你泛民主派投的嗎 你會不會200張都投白票呢 當然不會啦 是不是 所以你最好就走出來 一字排開 不是什麼民主派 是不是 很容易計的 教育界有幾十個 社工有幾十個 法律界有幾十個 用什麼數到民主派有幾多人呢 是不是 立法會議員 有十幾個 是不是 有得數的 是不是 沒有得騙人的 走出來一字排開 宣佈 我們唾棄這一個小圈子選舉 我們後悔當了選委 你說 做選委的目的是什麼 想投給何俊仁 但何俊仁現在叫你投白票 那就是找老襯 所以剛才Caro的邏輯就是最好 大家聽清楚 何俊仁叫支持民主派 即民主派選委支持他那些投白票 即是提名給他那些叫他投白票 是不是很荒謬 你提名給他成為候選人 讓他出風頭 現在他叫你投白票 因為他知道自己在輸 是不是很可恥 是不是很可笑 是不是很荒謬 是不是 民主派的選委 只能夠把票投給何俊仁 然後何俊仁叫他們投白票 是不是很好笑 是不是 就是 最好笑是 那些大狀 那些整班人都跟他聽他說話 那些才好笑 真是沒得搞 真是掛得 真是掛得 必然掛得 好 休息人 黃民議 黃民議 是否應該會這樣 這裏就牽涉到一些問題 大家看看梁振英給了一封信 立法會主席 我是極為反感的 我首先要在這裏講 關於專責委員會 我們現在這個委員會 那個成份 當初選舉的時候 我記得之前 我已經有很強烈的意見 如果你有份提名 三個候選人 你根本就不應該參加這個委員會 後來搞了搞了 到最後 在內會經過充分討論之後 現在產生了一個委員會 在法律上 憲制上 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後 大家就 有個議事規則 有個行事方法 你都相信它是公正 但是你梁振英 那個辦公室 那天就寄了一封信給主席 又要求兩件事 第一就是重選 第二就是 說我們不應該在3月25日之前寧訊 都被交 包括人家傳召他 拿人家來這裏 如果他可以寫完 你不要叫我 如果你邀請 他就不會來了 我這裏是一個 政治互動 和我自己覺得 非常反感的一個反彈 你越是這樣 你去邀請他 我現在選舉事務很繁忙 大哥 這是有問題的 你如果沒有這封信 我都沒有這麼生氣 這是我純粹表達個人意見 大家可以討論的 而且這封信是過分到什麼地步 公然干預立法會的運作 還有 你是什麼身份 如果你是政府人員的身份 就更加不應該 行政干預這個立法 你不是 你現在準備選特首 還有最離譜的 就是其中有一段 為維持專責委員會的公信 以及對梁振英 才公平起見 我們認為凡可能對梁振英 才抱有成見 或抱有既定有立場的議員 都不應該加入 這個就好離譜 我說的是 你沒有份提名 你有份提名 這個候選人那些 就不應該加入 我這個一早說過了 很清晰的 我認為會影響那個 專責委員的公信力 但他的說法 你對他有意見都不行 那就不用有人可以 參加這個專責委員 極為過分 必須記錄在案在這裏 今天在這個預備會議中 我講的話 強烈譴責 這個特首候選人 而且這件事說明是為你而設的 說得難聽一點 你看那個名字 那個委員會的名字叫什麼 研究梁振英先生 以西九龍田海區概念規劃比賽 評審團成員身份 在該比賽中的參與 何況他不但就是評審員 他當時是行政會議的照片 所以你既然成立了選擇委員會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你會說這個政治鬥爭 你就會說 等於剛才梁美芬說的那些 所以他要做另一個 下水 表示公正 你就會說 但由於他有這種看法 他會對我們這個調查 或者這個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他是持一個很負面的看法 因為現在沒有改選 沒有重組 沒有聽他說 他一定是對整個委員會 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說到這一點的時候 一定是用傳召 OK 我認為你會說 找你看先當前認識 分析立法會最新動向 立體九龍 主持陳偉業 付偉樂 善偉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